民族情怀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25号 农历鬼卯年12月15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2023年两岸关系十大新闻揭晓 外交部指出 中脑复交再次说明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本网发表两岸快评 《依赖论、以美论》笼罩台湾 赖清德执政开局及死旗 岛内预计1月外销订单跌20%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就美飞恩号驱逐舰 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 第五届海峡两岸校园网络歌手大赛 总决赛即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由国台办新闻局指导 中国台湾网举办的 2023年两岸关系十大新闻评选活动 24日揭晓评选结果 入选新闻有 1.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向第15届海峡论坛 第6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 2023两岸企业加峰会十周年年会 制贺信极大激励和鼓舞了两岸各界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挺应担当 2.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援手会晤 深入阐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3.2023年对台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5.大陆方面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顺应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今生 恢复扩大两岸交流 6.马英九率团来大陆祭祖交流 大陆高校师生受邀回访台湾 7.大陆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 8.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为台岛周边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军事演习 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勾连挑衅发出严重警告 9.纪念汪姑会谈3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深刻揭示九二共识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10.杭州第19届亚运会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成功举办 两岸同胞共相胜举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脑复交在此说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1月24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在北京同脑鲁外长安格明举行会谈 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脑鲁共和国 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即日起两国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脑鲁成为中国第183个建交国 汪文斌表示 中脑复交再次说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挑战 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不容歪曲 中国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大家庭不能缺席 汪文斌说 现在还有极少数国家 与台湾保持所谓的邦交关系 我们呼吁这些国家认清历史潮流 把握历史性机遇 站在国际社会一边 站在国际正义一边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友好不分先后 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翻开与这些国家关系新的一页 本网今天发表两岸快评 依赖论 以美论笼罩台湾 赖清德执政开局及死旗 文章指出 除了双少数的执政困境 赖清德还头顶依赖论和以美论 两团难以消散的乌云 相较于蔡英文执政的圆容 赖清德个性贬侠浅薄 且政治性格强硬 对美方来说 也就意味着更难以掌控 赖的灾难说 更加剧了这种担忧 选举结束后 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时间表示 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 直接打脸赖清德 此外 选后美国国会议员 及前官员接续窜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被解读为 拜登政府对赖清德仍不放心 派团过去是更严格的 坚看他的施政 台独意味着战争 也意味着死路一条 只要赖清德还在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就会危害台海和平 美国一赖论就不会消散 而美国向来以自己利益为先 自然靠不住 岛内民众以美论就不会消散 赖清德的以美谋独 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其结果必然 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来关注岛内新闻 台经济部门22号公布 去年12月 外销订单金额为438.1亿美元 年减16% 表现不如预期 预计今年1月外销订单跌20% 据报道 去年12月台湾七大主要货物 接单表现一边倒的呈现负增长 去年全年台湾地区外销订单为5610.4亿美元 年减15.9% 已经连续两年负增长 台经济部门官员坦言 今年第一季度为电子产业淡季 加上高物价高利息的环境 红海冲突等地缘政治风险升温 都会干扰全球景气复苏力道 从接单地区来看 美国大陆及香港欧洲 去年全年都出现史上最大跌幅 其中美国年减14.8% 陆港年减17.2% 欧洲年减30.2% 岛内预计 今年1月外销订单金额持续下探 将低于400亿美元 估计年减幅度扩大为15.8%到20% 第一季度接单难乐观 再来关注今天的军情消息 24号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就美飞恩号驱逐舰 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施易陆军大校表示 1月24号 美飞恩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 并公开炒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 对美舰过航行动 全程跟肩警戒 依法依规处置 近期 美军频频实施挑衅行径 恶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和地区和平稳定 最后 再来看一条 荣荣官系列新闻快讯 青春由我唱响九州 1月24号 第五届海峡两岸校园网络歌手大赛总决赛 即颁奖典礼 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 本次大赛 由中国台湾网北京市台联主办 于2023年3月正式启动 吸引两岸1000余名在校生参赛 经报名 全国海选地区线下赛等环节 共有33名选手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经过两岸评委的现场评审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曹文庭 和北京小朋友杨楚南 分获青年组少年组金奖 颁奖典礼当晚 和以中华新年音乐会接续上演 来经参加全国台联 第30届台胞青年东令营 北京分营的20余位台湾青年 也来到现场共襄盛会 自2017年至今 海峡两岸校园网络歌手大赛 已成功举办舞届 成为两岸青年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 活动旨在以音乐为媒介 发掘培养两岸音乐人才 推出优秀音乐作品 引导两岸青年树立文化自信 让两岸青年乘着歌声的翅膀 抒发民族情怀 弘扬时代主旋律 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 就是音乐这个东西 是我们心灵的 就是它其实是没有什么界限的 因为音乐去沟通的话 是很容易达到 两个人一种 就是非常契合的这种沟通 无论我们在哪里 这个音乐是我们心中的 音乐的一个桥梁 希望这种交流更充分 让我们的音乐 两岸的音乐 共同的繁荣 共同的发展的更好 我很荣幸能够参加 这场活动 因为这场活动 它让我认识了更多的台湾学生 同时也让我认识到了 更多的大陆朋友 在这里呢 我感受到了 我们台湾和大陆 其实是连成一体的 我们都是来自 同样的一个祖国 并且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所以我感到非常开心 也感到很幸运 以上就是今天 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 中国台湾网 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 留言互动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